这盆金枝玉叶又碰到有缘人了 酒杯行的这位这位大哥 又把他搬回家了 大家觉得这样一盆金枝玉叶 能卖多少钱呢 看一下配的这个杯子也不错 像个酒杯茶杯 漂亮 卖掉就卖掉了 碰到有缘人了 再见 谢谢 当然来挪葡萄回去好啊 葡萄啊 这个有点好大颜色 嗯 好慢点等下压得困难了 因为这盆金枝玉叶 嗯 一定要养好的 嗯 现在你不难了 我自己有点老的 嗯,一定要养好它 好,我爬上去 你好,我是阿祖 金姬月盆景啊 看来还是挺受一些花友的喜爱的 刚有一个大哥过来看上那个金姬月盆景 那话不说,也没有缓假就买走 看来要到乡下去多淘一些奇怪一点的这个造型的金姬月出来 因为这金姬月感觉还是有不少花友喜欢养 特别好养 然后呢,看起来也比较有那个比较防腐 又特别的好养 本来还是看中那颗超级大的那颗 那颗要600,600多块 他也没说价格贵 就是家里没那么大的地方放 所以就选择了这颗 这颗拿了一个,我拿了一个那个酒杯型的那个盆来装 然后直直的赶上去 现在回去,算是这个雏形吧 回去还要造型 他说他回去花个两三年 慢慢的养,慢慢造型 得去乡下去多淘一些金姬月 得去乡下去多淘一些金姬月 什么 好了 好 评论 谢谢大家